哇 这看着质感觉去不好 希望看到的小伙伴们 都能有破天的富贵 第一口喂你们 张嘴 来一口 百香果小麦 我怀疑酒店的小哥要揍我 平时有人这么吃吗 还真没用 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呀 这里是哥等小实力 我是你们每天 只是一点点的实力派女子瑞哥 刚才那个贵州烙锅超级好吃 但是瑞哥没吃饱 我的情报员告诉我 在我身后的这家酒店里面 就会有龙虾节 小龙虾限食自助 走咱们去吃小龙虾吃到饱 这家酒店是2008年的时候 奥运会的所有国际媒体的 官方办公中心 就是这个 我团了两张就是周一到周日 双人的自助餐 我跟摄影师的 一共是506 就算是253一个人 走 咱们看看能不能吃回来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 麻辣小龙虾 这个是十三香的 也超级喜欢 咱们再来拿点蒜蓉的 哇 这看着质感就挺好 这个头都还挺搭的 惊人 这家自助餐呢 我是第一次来 非常非常感谢给我提供情报的那个小伙伴 他们家龙虾看着就好吃 他们家是分这样几个区 他们家有一个生鲜区 有这个龙虾节的小龙虾区 小龙虾有三个味道 有铁板区 然后他们家还负责给你做这种龙虾面 他们家的甜品区非常突出 然后上面呢还有乐菜区 还有西餐区 我在北京自助餐厅也算是见多食果 整体品质看起来非常好的一家 现在我们就实际来尝一尝 让我先来一盘子蛋糕 有点饿了 他们家的蛋糕做的 我刚才拿夹子夹起来的感觉就很好 这个是拿破仑 最好吃 就我之前去吴德斯的时候吃到那个 当地最好吃的拿破仑 一模一样的味道 超绝 这是一块提拉米苏蛋糕 来一口 好吃 但是这个不是很提拉米苏 苹果派 好好吃 拿它 一点都不厚甜 它不会很腻很爽 蔓越莓 清乳酪蛋糕 尝一口 嗯 拿它 超好吃 这个是红丝绒 来一小口 好吃 咱们都推荐 我感觉是不是他们家带着这个 这个的可能都是外面订好订制的这种茶些 刚才那种手做蛋糕都极好吃 清提抹茶 然后上面还放了这个百利兹 尝一下 他们家所有带着这个图的蛋糕 我现在吃到两块 味道照这种 直接做出来的差好远 这个真的好惊艳 这一片 这应该是水果泡芙 我一加起来就知道了 嗯 嗯 这个好吃 这个可以拿 超好吃 这个是巧克力布朗尼 上面配了巴丹木和白巧克力 嗯 这整盘蛋糕里最差的一个 一个小的蛋糕 这个是三蛋糕 嗯 好吃 哇真的 教班们记住我一句话 这家酒店的甜品 质感非常上乘 但是 所有带着这种盘的 应该都是预制好的 茶鲜 没有一个好吃的 你们就拿这些 他们店里自己做的 自己做的呢 是整个一块 手工蛋糕端上的 没有一个材料 这家自助餐厅 甚至可以给孩子来过生日 我觉得在我心里啊 现在他们家的甜品 仅次于 中港的那个瑞士酒店 以及天滩街 在自助餐街 这个甜品做的就非常好 他们家有几个色色的小东西啊 我拿了 烤鸭卷 我又仔细看他们家烤鸭 烤鸭的橙色非常好 来尝一口 嗯 你们来的 自助烤鸭 下次我要是再来他们家 就算没有龙虾鞋 我也要让他给我自助烤鸭 让他给我切两只鸭子卷里面 我这个烤鸭卷太好吃了 这个烤鸭的质感 大概能达到什么108道啊 四季民俗 花家女元这个水平级别非常好 我感觉以后这鸭自助我会无限来的 我今天主要吃小龙虾 下次主要吃烤鸭 再下次主要吃他们家什么雪蟹啊 帝王蟹啊 三文鱼啊 我感觉种种样的都能吃回本 我尝一下他们家海鲜的质感啊 我们来尝一下他们家三文鱼啊 看起来是不错的样子 而且还是厚些 你看 这样品质的三文鱼在外面卖 其实也挺贵的 来一口 超鲜滑 我在北京的自助餐厅里以后 还没有吃过这么柔软的三文鱼 它特殊的软 然后表面特殊的光滑 它怎么可以这么软 我没有咬它它是滑下去的 这个三文鱼死之前还做了一把滑梯 滑到了瑞哥的胃里 它们俩海鲜可以 寿司看起来不错 这上面放的是定木章鱼 太棒了 冷盘的没有采雷 咱们尝一下这个蒸海鲜 每个人可以拿这种扇背啊 然后虾呀 你看这个大背 我跟你说他们家 虽然这个价格不算便宜 250块钱一个人 但是呢 这个质感是真的很好 来一口 嗯 超鲜 拿吧 来那个小鲍鱼 真人出镜啊 这不是居家演员 哎呀 嗯 好吃的好吃的 来尝一下虾 嗯 超鲜 这一种小海鲜 放心拿 非常好 棒 我再给大家尝一下 他们家其他的一些小东西 然后我们就正式准备开始 进入今天的众口戏环节 尝一下他们家的猪蹄 他们这儿的员工跟我说 他们家猪蹄也挺好吃的 来试一下 哇哦 太棒了 一会儿我还得拿几块 这猪蹄做的有点像那种川派的老妈蹄花 它的口感有点像糯米猪皮豆 外面这层皮呢 有皮豆的那个焦焦坦坦的那个状态 中间的脂肪呢 像糯米一样嫩 超绝 我把每一种龙虾给大家尝一下味道 然后呢 我要给大家做一份 盖满了龙虾的龙虾面 这个是麻辣小龙虾 然后这个是十三香的 这个是蒜蓉的 我先来吃 麻小麻小麻辣小龙虾 它一只虾的长度大概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 把这个小龙虾的壳扭一扭 把它的头 这样一下就能摘下来了 然后把它旁边稍微卸一下 哇 他们家小龙虾还挺粗壮的 尝一口 嗯 不算很辣 如果特别特别喜欢吃辣的小伙伴 会比较失望 但是 这个虾呀 我跟你说这个虾超级鲜活 证明它买的时候 进货的时候 那个货源非常好 今天这么一顿就能下来 尝尝十三香的什么味道 看起来比麻辣的味道 要更重一点 这个好 这个好 我再给你们尝一个蒜蓉的 哇 这个小龙虾 请点赞 哇 好粗的虾头 这个也好鲜 哇哦 这龙虾好大哦 嗯 现在这三个味里头 蒜香的 蒜蓉的和十三香的 味道调的非常好 然后三种虾呢 应该是一匹虾 个个都这么鲜活 太好吃了 好了 那我就准备开始给大家制作那份 超豐华的龙虾拌面了 我一共是拿了六份龙虾 一个面 然后一个蒜蓉的汁 咱主打的就是一个饮食结构健康 来一点点碳水 就这么一小点 然后呢我就开始包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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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家看看这个虾山是怎么建成的 开始吧 包虾 好啦 经过粗略估计 一盘我们刚才算了一下 大概是四十只 鉴于我们又发现了后面的清蒸口味 和花雕酒的酒醉口味 所以我一共是拿了八盘虾 现在一共这里面大概有三百只左右 拿最后的两只虾给你们比个心 现在请蛋幕面前的小伙伴帮我 给这盘瑞哥亲手扒的三百个虾的龙虾面 定一个价 你们觉得它值多少钱 然后我再给它吃掉 现在让我以最隆重姿势迎接我的这个 三百只虾的龙虾面 就被你们吃过没 来 把这个蒜蓉这儿泼下去吧 希望看到的小伙伴们都能有破天的富贵 它好美 您好 帮我收一下呗 谢谢啊 我怀疑酒店的小哥要揍我 但是 还好还好 平时有人这么吃吗 还真没有 真没有 老板会不会哭啊 问题是 这也不会 千千抱歉 财大气粗 跟你们说薅羊毛 就得找一种财大气粗的这种财团或者酒店 不要欺负弱者 勇于挑战强者 好啦 我将以最崇高的礼仪去迎接我的小龙虾 他们这儿据说还有这个金样啤酒 走咱们去打一杯 啤酒配龙虾面 要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裙子啊 因为我自己亲手徒手扒了三百只 所以我这个真的是 惨不忍徒 百香果小麦 我这个香肠小麦绝了也好好喝 然后我拿了一个结果木稀达和一个百香果小麦 走咱们回去吃龙虾面咯 好啦 现在就开始 哎 一位包了三百多个龙虾的脏了裙子的 手臂抽搐的东北公主拿起来她的龙虾台 来 第一口喂你们 啊 张嘴 哇哦 来一口 哇哦 太烧了 有没有烧好到像我这样吃小龙虾了 因为实在是太弹了 每一块虾肉每一口虾肉都 都自己的 太享受了 用自己的努力 和静静的默默的积攒 总会得到回报的 哇 这个是积累的幸福嘛 我甚至一时半会吃不到那个面 我都看不到面在哪 当你大口大口吃 一把一把的小龙虾的时候 我感觉它比那些什么波龙小青龙都要好 我没有想到酒店的自主餐能这么好 真是出乎意料 我刚才还在滋滋作响很疼的这个肩膀 瞬间就不疼了 你拿着两个口味的啤酒 来 自己跟自己干一杯 太好吃了 太好喝了 这个人干了 他得随意 那他就 也陪他干一杯 那金帐也是包含在这个 253的这个资助里面 也是随便喝 能喝几个小伙伴来吃小龙虾 喝啤酒 这个餐是个不错的选择 爽歪歪的 好多人问我 吃自主餐的奥义 有人说我是 古希腊掌管自主餐的神 但其实我吃东西 真的主打一个随意 因为我觉得正经的自主餐吃法 就应该是 你为了不受经济的束缚 为了能享受 随意挑选 你喜欢的东西的这个自由 而选择了自主餐 那么如果你 特别在意是否回本 那你其实还是被 金钱束缚住了 不要有这种想法 吃自主餐 最舒服的方式 就应该是 选你自己喜欢的 然后不去考虑餐的价格 只随心 只按照喜欢来 然后千万不要吃撑 要注意呵护身体 我觉得就非常好了 你们吃不回来的 喊我吧 吃到现在了没看到一张面 来一口 裹满了汤汁的龙虾面 这个世界不能没有碳水 这面是一种很筋道的凉面 然后吸满了这个蒜香龙虾的汁 绝美 不吃自助从那边打过这么富裕的状 一份面 配三百只龙虾 非常推荐 我觉得住的里面鸟巢 鸭鸭村这边进的 小伙伴们一定要来 来这喝酒吧 畅饮吧 太好吃了 辛苦估了一个多点 然后几分钟就吃没了 吃到底着还是很好吃 反而付出了体力 也收获了美味的饭 整体来说这家店是真的很费赞 基本上我今天吃到的东西没有什么采雷的 希望他们家龙虾节的时间持续的久一点 好了 这期就到这了 猜猜今天晚上还会有没有夜宵呢 夜宵时间到 今天吃香克肉饼 这个是解菜猪肉虾的 尖椒猪肉馅子的 还有香菇猪肉馅子的 先来三份肉饼店饼 然后这个是龙姜鸡脚拌 我还买了一个新疆炒米粉 大的粉囊双拼 吃完这些应该就能保住睡觉了 晚安